都不說嘛 都不說我就把他帶回去 帶回去瞭解再說啦 對不對都不說 那白色給他帶回去 沒有啦跟他沒事啦 那在這邊啦 媽你全身全身上面都是血 你跟我說沒事 好朋友啦 對不對 好了 叫有輛救護車過來 這個是好朋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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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怎樣 我住那個流血 一直流血 逃回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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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車子來了 快點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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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本所於25日晚間230區接獲報案 稱汐止區府的二路上有打架行事 迅速派員到場處理 均了解為一名黃姓男子 與友人到一間五招牌的卡奧黑消費 與當時準備離場的立體組客人發生摩擦 雙方在酒精作用下爆發推擊 在場的友人也都上前助陣 進而也變成肢體衝突 過程中造成一名張姓男子頭部有撕裂傷 送醫處理後無大礙 其餘在場動手及勸架人員均有差錯傷的狀況 因現場無間是欺可還原事發經過 且雙方均互控對方先出手 故警方將現場8人全數帶回申辦 全案草傷害妨礙秩序人前申辦